大家好,我是Brite老师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开始学习英文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的语言 叫做希伯来语 那这个课程呢,我线下也有开 不过我线下的课程是完全英语的课程 那这里我放到线上来 放到这个网站上来的这个课程 我打算开一个双语的版本 界面呢,基本上全部是用英文的 然后,但是我的讲解基本上是中英夹杂 主要是方便有些同学,他总是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是拿中文说的,我就学得下去 英文说的,我就学不下去 那我想也给他们提供一点福利吧 这是一点点的说明 那么,我想的话这门课的开始呢 从五个被学生问的最多的问题开始 这五个问题,第一个 就是学这个希伯来语到底难不难 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 我觉得超过了学希伯来语的难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很难说这门课 这个语言对于有些人难 还是对于有些人不难 如果你有一点学其他外语的基础 比如说学 尤其是学这种中东语言的基础 比如你学过一些阿拉伯语之类的 那么希伯来语对于你来说就可能非常的容易 至少入门方面就会非常容易 因为发音啊各方面都还是很相似的 但如果你没有这方面基础 如果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就只学过一点 英语的朋友 那这门课可能对你来说难度就会大一些 因为他玩的这个逻辑 这个语言的逻辑跟英语的逻辑很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的人说这个语言 以色列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以色列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声明的就是 你在我这里学习的不是现在以色列人 所日常交际用的现代希伯来语 而是古希伯来语 或者说是圣经上的希伯来语 所以有点像我们中文的古文 所以如果你是想学现代希伯来语的同学的话呢 其实你在我这个课程上也可以打一定的基础了 不过需要说明白的是 如果你想学现在希伯来语 你想跟以色列人直接对话的话 更直接的办法是去学现代希伯来语 而不是学我这个课程 我这个课程主要是拿来应付读圣经需要的 那么基本上也回答了第三个问题了 你为什么想要学这个语言 我自己的学习之路呢 2015年的时候 首先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老外 他开了这么一门免费的课程 我就跟着他跟了一段时间 不过真正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其实并不长 学了可能三个月左右时间 他就让我去当他的助教 后来我就很少听他的课 主要是去带新加入的新人去了 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我自己去 因为他带我多少算入了点门吧 然后我自己就跟着他一块 后来就自己一个人在琢磨琢磨琢磨 也自己带班之类的 慢慢就学到了现在 主要的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带新人 主要是为了能够让更多人来学习他 因为我比较喜欢 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 我自己也是个老师 我比较喜欢教别人 然后很多人学这个语言呢 尤其是信教的同学 学这个语言呢 主要是为了读圣经的需要 灵修的需要 下一个 跟英语有没有 有没有些什么相关联的地方 这也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任何的语言 我觉得都是有相关性的 你比如说都是拿我们的 发音器官发的吧 除了我们的比如手语之外 雅语之外 那所有的语言都是拿 发音器官发的 我相信问这个问题的 大多数人都是想问 比如语法像不像啊 比如说这个字母像不像啊 我们会学一套全新的字母 语法方面的话 跟英语差别比较大 它在语法上面 被称为一种曲折的语言 这个我们不去细讲它 你反正跟着慢慢的学 你就体会得到 它跟英语的逻辑不太一样 最后一点是 是我自己学的嘛 刚才我已经差不多说过了啊 大部分百分之可能70的功课 是我自己自己干的 然后跟着那个外教老师 跟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他主要是带我入了一下门 入门的入门可以这么说 好吧 这就是我的简短的五个问题 只能算是简简单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 因为这个随着课程的进行 我们看是不是慢慢慢慢的 在有些地方再做一做展开吧 接下来稍微说一下我们用的教材 教材呢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一个语法的讲义 是我那个外教老师 他当时不知道从哪个网站上找来的 全英文的一个语法讲义啊 然后我课程最后会给你一个我的博客 你都可以到我的博客上面去找到下载这个讲义的链接 第二个是四川大学西水组编的这个古希罗语教程啊 我把它叫做Pogemaim Pogemaim前面这个Poge 这里的Poge Oh sorry 前面的这个Pogemaim是西水的意思 西水的意思 所以就是 有这么一本四川大学西水组编的古希罗语教程 这是全中文的 这是我认为目前来说 非常适合普通学生入门用的这个教程 因为它全中文的 而且最好玩的是 也是最大的一个革新的地方 就是他把这门古代的语言 其实已经人们不太使用的语言 变成了一个现代语言的学习的方式 比如说我请大家回忆一下 你学英语的时候 是不是先从哈罗古斯拜开始的 是吗 如果有人学这个新概念英语 是不是一开始是 Excuse me Is this your handbag 是吧 都是从最日常的对话开始的 那么 但是对于那些古代的语言来说 西伯来语也好 或者拉丁语也好 他们大多数的教程都是语法教程 也就是不会有多少的对话 而是一种简单的 或者不是简单吧 就是一种很传统的语法翻译 这样一种方式的学习 那么这一本书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突破了这个语法翻译式的东西 它把它编累很多很多的对话 然后 也就是一些古 相当于古文的对话 然后让你通过对话来学习这个语言 这样就增加了很多现在我觉得 现代语言学习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现在人的学习 这也是这本书 它编者的出发点和用意 当然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对于有些学习 古代这个 尤其是一些这个方面 有过一些经验的同学 他并不是很喜欢这种学法 他觉得这种学法好像有点 好像有点太麻烦了 还是怎么着 但是我觉得的话呢 这是可能两种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很喜欢这种编排的方式的 也许它的有些课文在编写方面 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是我喜欢它这种编法 同时呢 我因为也自己在学习这个 拉丁语嘛 我也希望能够有朝一日 我希望能够编一本像类似于这样的 带有对话性质的 拉丁女的教材 因为现在我用的教材 无论是维洛克的教材 还是其他的一些 其他人编写的教材 也全部都是这种 翻译式的 语法翻译式的教材 我觉得都不太适合 现在人的这种学习习惯 好吧 这个就说到这 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开始进入今天的学习 今天的学习的 是第一课 那么学什么呢 学这个字母表 基本上任何的语言 第一课都是字母表 是吧 英语先唱那个生日快乐歌 不是 先唱那个不是生日快乐歌 先唱那个ABCD歌 是吧 然后 学 接下来学任何的语言 学日语 你得先学五十音图吧 哪怕你就是 急速入门 你也得先知道五十音图吧 那希伯来语也一样 希伯来语更是需要你去学习这个字母表 而且 它的字母跟英文字母差别非常非常地大 它是象形文字 基本上是 所以 你得学习它的字母 来看看它有多少个字母呢 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 不过在这里我需要提一提的是 不光是二十二个字母 也被称为二十二个辅音 consulant这里是辅音的意思 它是二十二个辅音 什么是辅音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看 比如说 大家都学过中文的汉语拼音吧 我希望 可能看这个视频的人大多数还是我们大陆的学生吧 我估计 或者是 都有点这个汉语拼音基础的朋友 如果您是完全海外的朋友 你没学过汉语拼音的话 你也肯定看得懂我想说什么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自己的名字 我给您写一写我自己的名字的汉语拼音 英文也行 这是我的汉语名字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名字里面 第一个和这个字的话 我们管这个h叫什么 叫什么母 对对对 它是和 然后读什么母 我们把它称为生母 对不对 然后和呢 被称为 孕母 对 然后 这个生母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sonant 这个Consonant 这个词 严格意义上翻译过来 应该叫做 辅音 然后 孕母这一块呢 它被称为原因 华 当然严格来说 华指的是单元音 这里是我的和 那么第二个字量 我们来看看 它的生母是哪个 了 它的运母是哪个 秧 是吧 所以这个是生母 Consonant 这个是运母 华 OK 生母和运母 所以我们说这门语言 希伯来语 它是一个 22个字母 全部是Consonant 全部是生母的语言 所以你这里学的这个字母表里面 全部是 辅音 那它的原因怎么办 原因的话 我们留待第二节课去讲它 这节课我们先学它的所有的字母 所有的生母部分 所有的辅音部分 其次要提一点的是 这个语言是我学的第一门 从右往左输写的语言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句话我写一下 说 说 我很开心 那么这句话是 那中文写是这个样子的 从 左往右 英文呢 I am happy I am happy 同样 从 左往 右的书写 那如果是 希伯来语的话 它写过来会是这个样子的 我很 开 心 那么它写出来的是 从右 往左写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里给出你的 这个 呃 字母表的话 第一个字母在哪儿 第一个字母并不是我们从左往右的这一个 长得像 像跟杆子似的这个 而是 这个是第一个 这里从 右往左右边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这样排过去的 那么同时请你在今天做练习的时候也请你在你的那张纸 假如说你的一张纸是 假如你的练习纸 对了 顺便提一句哈 学这个语言你是需要一张练习纸的哈 如果这是你的练习纸的话 请你做练习的时候也请你习惯 一般来说我们写练习都是我很开心这么写对吧 从左往右写吧 也请你从这头往这头开始练 一会儿我们会让你写一些 简单的单词 那么请你从这头开始往那头去写 好 这是 这个语言最重要的一个点吧 算是 也就是它是从右往左边去竖写 22个字母 同时也是22个 辅音 原因我们留待 下一节课去学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学这22个字母 我把这22个字母呢 分为三组 本来想平均分配 但是22除以80出不进 所以 除以三个出不进 所以我就把它分为了八八和六 是吧 22个字母的话 八八和六 所以我们先八个八个的来 第一组呢 前八个 前八个 不同的书本 不同的书本可能 对这个字的就是 它的拉丁语的名字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这个问题都不大 这个问题都不大 包括有一些不同的人 他可能读同样一个字母的读法 跟我的读法也不是特别特别一样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这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你 你可以去 去 穷究 它到底哪一种是最正确的 不过我的意见就是 大概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只要大体不错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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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 学古希伯来语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并不是你要去 真的带着别人去 去读或者去当播音员 而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看得懂文献 对吧 所以看得懂文献的话 对于发音并不是那么的纠结 我手中的一本 这个拉丁语的教材的 拉丁语的教材 那个人也是这么说的 说拉丁语的读音 对于 对于我们来说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我们基本上不会去拿他来跟别人交际 我们只要能够读得懂那些像维吉尔的诗歌啊 之类的就差不多了啊 好 这是 嗯 这是关于一点读音的问题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字母应该怎么读 好 我们我来写给大家看一看 他的名字叫做 阿雷夫 阿雷夫 大家一块跟我读一读 阿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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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写这个字母 这是第一笔 然后这是第二笔 接下来这是第三笔 OK 三笔 然后再给大家写一遍 一 二 三 嗯 有些人说我 学到的东西跟你的笔顺不太一样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不是大 特别大的问题 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将你写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对我来说 嗯 好这是第一个 阿雷夫 阿雷夫发什么音呢 他的名字虽然叫做阿雷夫 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不发音的 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不发音的 他是不发音的一个字母 阿雷夫 第二个字母叫做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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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呢 1 2 再写一遍 1 2 这是第二个字母叫做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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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发音的 他发的是 B 这样一个音 B 这样一个音 相当于我们英文字母的哪个 B 但是你能够说阿雷夫就是我们英文字母的A吗 A吗 sorry 英文字母的A吗 恐怕还不能这么说 因为在英文字母里面A是一般发音的对吧 他就发要么阿要么呃这类的东西 或者呃这类的东西 但是阿雷夫在这个古希伯来语里面 或者在希伯来语体系里面阿雷夫是不发音的 要小心 要小心 另外一点呢值得一提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个阿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他并不是辅音 他是圆音 他是我们的 呃他是我们的生母 他是我们的韵母部分去了 好这是第二个字母BET 会读了吗 很简单对吧 BET 写起来也不复杂 一 二 好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可不是C 第三个是这样写的 一 二 他叫做GIMEL GIMEL GIMEL 再写一个给你看看 一 二 GIMEL 发什么音 他也猜得到 G 相当于我们 英文字母的 G OK G 好 然后有了这三个以后 你现在可以来试试看 拼一两个词了 比如说这里来试试看 BIG 和BIG 看看怎么写 BIG 和BIG 哦 sorry BIG 看看这两个词 用西伯来语字母怎么拼 第一个是BIG 一定要跟我来一块来练一练哈 第一个是B 所以我是B 是B BET 接下来一个I 一个E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下节课要学的东西 因为它又是一个 原因 它是一个我们的汉语拼音的韵母 所以你先不管它 跳过去 然后到G G GIMEL 一 二 OK 所以这就是我的版本 BIG 中间这个E跳过去了 怎么样 你写出来跟我的差不多吗 再来看看BIG怎么写 第一个仍然是B 小心哦 这个语言是从哪写到哪 从右写到左 接下来 A A 一样别写个ALEPH 别写第一个ALEPH 小心 因为这个R其实是一个 对 是一个原因 我们这节课不教原因的 先跳过去 接下来 G 哦 你会发现BIG和BIG 其实是写出来差不多 是吧 差不多是吧 其实这门语言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原音 是没有原音符号的 全都是符音 所以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 如果写BIG和BIG 两个写出来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A嘛 没有那个A嘛 最开始的时候 语言 所以呢 就可能造成在 对于有些学员 有些人 古人来说 学起来会有些困难哈 所以在后来的话 一群叫马索拉学者的人 就发明了这样一种 符音符号来 原音符号来帮助 人们 这个记住这样的发音 这是我们下节课 要学习的 原音的一点点小知识 好 这是这两个 你写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 开始 学第 下面的 接下来是 一个字母叫做 Da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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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呢 1 1 2 再来一次 很简单 1 2 把这一个数稍微的往 这个 它并不是标准的T 把这个数稍微的往 右边偏一点 这是Dalet Dalet 发什么音 名字叫Dalet 发什么音 发 D D 这样一个音 那么 相当于我们英文字母的D 好吧 D D 那么 今天看一看这个前面四个 前面四个 前面四个分别是 ALEF BET GIMM Dalet 然后请问一下 我们的 希腊字母前四个是哪四个呀 希腊字母的前面四个 ALEF ALEF BET GAMM 和DELTA 怎么样 ALEF ALEF BET BET GIMM GAMM DALLET DELTA 怎么样 是不是长得很香 很有意思的发现吧 好 这是 第四个字母的Dalet 然后我们再来试试看 写几个单词来看看 比如说 DIG 和BET DIG DIG 和BET DIG 第一个字母是 BET 应该说写了上面两个之后 你应该有一点这个经验了吧 我们先从D开始 也就是从Dalet开始D 然后是I I 又来自我们第二课的内容 不管它跳过去 原因部分跳过去 接下来G GIMM 好 接下来BED 第一个字母是B 也就是BET BET 然后是A 第二课的内容不管跳过去 然后是D D 你写对了吗 你写对了吗 好 这是 第四个字母的Dalet ALEF BET GIMM DALLET 接下来 接下来一个是 HE HE 来看看怎么写 1 2 再来一遍 1 2 小心这里不要封口 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封口的 它可就不是我们的HE HE 怎么发音 然后相当于我们英文字母的H 我们来试试看 写一个HID HID 怎么写 会不会越写越顺呢 你已经写出来了吧 H 也就是HE 接下来E 接下来D DALLET 你写对了吗 好 这是HID 这是我们的第五个H 然后是一个叫做VARV 第六个VARV 有些书本把它写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造成一些迷惑 所以我还是更倾向于把它写成这样VARV 怎么写很简单 一竖就完了 有一些书本呢把它稍微加了一点点的横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也没关系 你可以记任何一种VARV 它相当于我们 英文字母的V 发一个V这样的音 然后这里我还暂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英文单词作为例子 我们就往后面走 VARV 哦我有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有一个GIVE 好我们来写写这个GIVE GIVE 怎么写 首先从G开始 好 来 G 接下来E 下节课我们再学E 接下来V 写一个VARV 好 最后的E 不管它 你就算要写出来 它也是我们的原因 也是下节课的内容 GIVE 写好了吗 接下来我们看 下一个字母 VARV 接下来一个字母叫做 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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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 一 二 再来一次 一 二 好 这就是我们的ZINE ZINE 发什么音 Z 很自然吧 相当于我们英文字母的Z 这个字母 暂时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大家 我们往后看 最后一个第一组 第八个 这个字读HAT HAT HAT 怎么写 跟HAT长得非常的像 一 把口封上 二 再来一遍 一 一 口封起来 二 HAT HAT 如果说我们的HAT是一个轻轻的H 这样一个音H 这样一个音H 那么HAT就是很重的一个H H 相当于什么呢 说起来有点不太雅观 各位如果你想吐一口弹的话 最开始那一下就是这个H H 是试试了吗 试出来了吗 对 就是那样 有点恶心是吧 然后我们来试一个词叫做BAH H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英文词啊 你能知道这个词是什么语言吗 是个德语词 BAH 对没错就是那位伟大的音乐家的名字BAH H 那么怎么拼这个词呢 首先是B 也就是我们的BAT A需要你拼吗 下节课的事 是吧 然后H H 来一个HAT 嗯不错BAH 就这样来了 好吗 这就是我们的最开始的八个 怎么样 觉得难不难 觉得难不难 我先用一个CH来记着 好像并不是那么难对吗 我们再把这八个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好吗 A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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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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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MAL GIMAL DA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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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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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V WAV ZA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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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 HET 现在我们从尾读到头 HET HET ZAYN ZAYN WAV WAV HE HE DALET DALET GIMAL GIMAL BET BET ALEF ALEF 好 这就是我们的前面的八个 我就接着讲一下去 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然后去喝口水啥的 我们开始学第二组了 第二组八个 第二组的八个 第二组很有意思哈 第二组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 就是某些字母的话会有两种不同的写法 我们看看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叫做TET TET T 怎么写呢 同样我们这个语言是从右往左 我们还是先从右边来TET 像是一个U 再来一遍 里面绕到外面来再到左边 好 这就是我们的TET 猜一猜 它发什么音 名字叫TET 但它发T 这样一个音 相当于我们英文字母的T T T 好我们来试试看拼两个单词 第一个是TED 第二个是BET 第三个是HIT TED TED BET 还有什么 BET HIT 好 第一个TED 怎么拼 首先是TED TED 然后E 不知道 下节课的事 接下来D D DALLET 好 第二个BET 第一个是 就是BET 是吧 好 然后不知道怎么拼 再到T 接下来HIT 第一个是HIT 第二个不知道 第三个T 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字母 你现在会写这个TED 会写了吗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叫做YOUD 有些书本把它读做YOUD 有些读做YOUD 别读得无所谓 Y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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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 非常小的一个字母 但是力量很大 因为它很常用 就这样 或者有些书本也就只是 只是短短的一竖就搞定了 要小心我们之前学了一个叫做VAR VAR 的东西 VAR 怎么写这样的 或者 稍微长一点的一竖 那么VAR 和YOUD 之差就是YOUD 是VAR 的上面这一半 如果你把它擦掉下面的一半 这就是YOUD 擦掉下面这一半 这就是YOUD 好吗 别看它小 但是它很常用 因为YOUD 相当于我们英文字母的 对 相当于我们英文字母的Y 相当于英文字母的Y 看看我给出了什么样的例子 YET 好很好 YET 我们来试试看拼写 YET YET 从哪开始Y 是吧 所以YOUD YET A会写吗 不会 下节课的事 最后 T T 嗯 不错吧 看到吗 我们YOUD非常小 但是它很有用 是吧 它是我们英文字母的Y 接下来下一个字母 到谁了 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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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呢 1 2 3 再来一遍 1 2 3 CALF CALF 发哪个音 K 相当于英文字母的K 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例子 这个可就多了 KID KID CALF 好 KID KID CALF 来看第一个怎么写 KID 首先是 CALF 然后 1 下节课 T T 好 KID CALF E D DALLET 还记得DALLET吗 CLOCK 我们是没有C的 所以我们用K 来代表这个C 然后 O 我们出了一个L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个例子还不太下等 L是你马上要学的那一个 它是这样写的 接下来 O O 然后是一个K K A 如果你写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写成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这样你就错了 为什么这么说 正确的应该是长成这样的 K L SOMETHING 和 这样 A 怎么会是这样 看看 这是一个正常的CALF 好吗 这是一个正常的CALF 这本书本的CALF的写法跟我的略微小不太一样 不过这个问题不大 CALF是这样写 但是 如果这个CALF出现在这个词的最后 出现在这个词最后一个字母 那这个CALF要写成这样 这是我们正常的CALF 这是一个出现在词最末尾的CALF 你会发现它把这里改成了很长很长的一树 很长很长的一树 所以要小心 这是错的 而你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CALF出现在了最后 好 这是 这一点 一会儿我们还会出现在最后的东西 好 然后这是CALF CALF到了K 至于英文来说 K之后是谁 是L 是吗 L完了是谁 M 然后呢是谁 N 西伯来语一样的 CALF之后 是一个叫做LAMED 也就刚才 那个单词里已经出现的这个字母 LAMED 再给大家写一次 要小心LAMED比CALF要大一些 你会发现 如果这是一栏的话 你应该把这里写出头啊 上面要出头的 上面要出头的 L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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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什么 还是 这样一个东西 相当于英文字母的L 我们来看看什么例子 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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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LICK 先看看KILL怎么写 KILL 最开始是CALF 1 下节课L 两个L 1 2 两个LAMED KILL 接下来 LICK L L 下节课的事儿 接下来CALF 这样写吗 这样写吗 不对啊 CALF又被放在了这个词最后的地方 所以你要把它写成长长的一树 嗯 长长的一树 你写对了吗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写 因为我很熟练 所以我这样写这个英文单词变成西伯来语会很快 如果你没有这么快 请你在我出示这两个词之后 先停下来自己先写一写啊 写写之后然后跟我的对照一下 很快你就会习惯这样了 从我过去的教学经验来看的话 好这是LLAMED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 是英文字母的M 在西伯来语里面是MEM 怎么写呢 一 回来 二 再来一遍 一 下来回来 二 好 这是我们的MEM 显然 发的是 嗯 闭嘴 嗯 好 看看什么例子 好像第一个是MUM 对 MUM和DAM 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第一个MUM 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 因为两个M但是写法不同 第一个M是我们正常的M 正常的MEM 正常的MEM 下来 然后 O 下节课的事 同样是原因 同样是我们的 这个 运母部分 接下来M 小心 哦 如果你这个M也写成同样的这个M就不对了 当M出现在最后的时候它要变成一个方框 OK怎么写 一二三四就是个块是吧就是个方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M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M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现了两个结尾有变化的字母了 一个是我们的CUFF 结尾的时候要写的很长 第二个字母是MEM 结尾的时候是个方框 再来DAM DAM DALLET R 下节课的是MEM 小心又在词的最后 所以是个方块 好吗 是个方块 OK 这就是我们的MEM MEM 接下来 学N 在西伯来语里面是NUN 不难记 NUN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也可以就是只有一竖 一横 NUN NUN 甚至有些字体的话直接就是 没有了 就这样 好 这是NUN 当然就是M 鼻音的M 好 看看什么例子 第一个是NUN 修你这个词 NUN 然后是我的一个元素符号叫做NICO 可能对于B站的朋友来说 NICO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梗 第一个是NUN NUN 怎么写这个NUM 首先是N 然后是一个U 不知道 接下来又是个N 小心 这回这个N一样要写的很长啊 因为它又是一个结尾有不同的 这个字母 你把它写的很长 但是要小心这个字母不是我们的CALF CALF是这样的 简单的说 CALF的长度上面这一竖长度跟我们NUN下面这一竖长度完全一样 不过它的一横比NUN这一横长了一倍 或者你也可以说如果我把CALF的这一横缩短 那就是我们的NUN 要小心别写太长了 写太长就不再是NUN 是CALF 还有什么 下一个例子是NICO NICO NICO 好吧 这是我们金属涅 金属涅 来试试 N E 不知道 CALF E 不知道 L 好 如果我们学了下一课你就会把这两个空也一块填上了 这是我们的NICO 好吗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字母 S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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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 像一个圈 不过可以留一点小小的尾巴 再来一遍 一个圈 然后可以留一点小小的尾巴 SAMER H 这个词又出现了 这个字母又出现了 H 跟前面的哪个一样 还记得那个HET 还记得这个重重的H 这样一个音吗 S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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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和 KISS SAMER SAMER 开始 SAMER E 不知道 CK CALF 小心 应该是什么CALF 结尾的CALF 写很长 KISS 一般的CALF E 不知道 SAMER SAMER 两个圈 好吗 你写对了吗 这是 SAMER 接下来是这一组最后一个 叫做 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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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 2 再来一遍 1 2 AIN 它发什么音 它 不发音 没有相对应的 英文字母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两个不发音的字母了 对吗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是我们 最开头的 ALEF 第二个是 AIN 其实在 在有些地方 好像在野门 这些字母 仍然在发一些音 不过在 对于大多数的地方 西伯来人已经 以色列人已经不再 读这两个字母的发音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 不用去管它怎么发音 那么 只要你遇到这两个字母 就当它们是不发音的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第二组八个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 从头至尾的 再把它读一遍 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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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 MEM LAMED LAMED KAF KAF YOD YOD TET TET 这是第二组的八个 各位又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 然后去 喝口水 休息休息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组 一共22个 我们学了16个 还剩6个 这六个的第一个叫做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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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怎么写 先写一个 KAF 在中间加一束 再来一遍 先写一个KAF 在中间加一束 这就是我们的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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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 P P P 相当于英文字母 P 我们来试试看 什么意思 LIP Peace BEEP 好 LIP Peace BEEP BEEP LIP 最开始是L LAMED E 不知道 P P 好 最后 小心 它跟KAF一样 也得写成这个样子呀 差别在哪儿 KAF 没有这一束 P 有这一束 小心哦 它也有一个 单词最后 末尾的这样一个形式 接下来 Peace 1 2 2 2 小心中间有一束 否则就变成KAF去了 1 接下来 2个S SUMER SUMER BEEP BET 然后 1 1 不知道 最后 又来一个 结尾的 Pay 你写对了吗 你写对了吗 小心 这是Pay 接下来 叫做 XD 有些书本把它读成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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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关系 我这里把它读成XD XD 怎么写 1 2 再来一遍 1 2 XD XD 对 发什么 发 X 这样一个音 相当于英文字母组合 TS 那 什么例子 Pots Lits Pots 和Lits 怎么写 Pots 从Pay开始 Pay 然后 O 不知道 接下来 XD 再次小心 这个XD 也有结尾形式 也很长啊 大多数的结尾形式 都是变长 变长 变长 除了我们的 那个MEM 是一个方框以外 再来一个Lits 我们再来学学它的结尾形式 L E不知道 XD 结尾形式的 XD OK OK 好 这是 Lits Lits 很好 我们快 到头了 加油 接下来一个 叫做 KOOF 也有书门把他叫做 KOOF 这里我们把它读成 K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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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 它很像一个P 不过 他不读K 他读K 再来一遍 很像一个P 不过不要去封口 下来 好 这是 KOOF KOOF 我写的是off 行 KOOF KOOF 这是KOOF 发什么音 发 K 同样是K 这个音 所以现在我们有几个K 这样一个音了 两个 好吗 第一个是KOOF 然后前面还学了一个KOOF 他们都发K 这样一个音 来试试 怎么写 Quick Quick 最开始是K 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新学的这个KOOF 然后 U E 不知道 接下来 CK 我们来试试看KARF 你写KARF的话又是一个结尾的KARF 写的很长是吧 写的很长 好了 这就是Quick 你写对了吗 同样我说了 我因为写出来可能会比较熟练比较快 如果你没有这么快的话 请你一定暂停视频 自己先试一试 是吧 一定要试一试 然后再来跟我的答案对一对 好这是KARF 接下来一个叫做 这个麻烦 写起来好写 但是念很难念 我先写出来给大家看看 来 对就这样 像个KARF 少了最后那一笔一样 就这样 但他读什么 看着像是个RESH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小舌的颤音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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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H RESH 怎么念这个小舌颤音呢 各位如果漱口的话 就最好办 包一点水在嘴巴里 然后R R 这样 然后你把那个水吐掉 接着做接着发这个音 R R 这样你能感觉到你的喉咙那个地方 有东西在那颤 你就基本上发这个这个音了 RESH RESH 好 所以我的这个中文教材上用的是这样一个小R来代表它 它不是一个严格上的R 它是一个R R 这样的音 再来 类似于我们的字母R 我们用英文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试 RED 拼一下RED 第一个是R开头 所以R RED F 不知道 接下来 D D 怎么样 你写对了吗 快完了 快完了 接下来的这一对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字母 但它有两种形式 先写一个U 然后 分成两半 再加一个点 这个叫信 信 信 再来一遍 一 分两半 加个点 信 信 相当于英文字母的 SH 发SH 这样一个音 我们来试试看 例子是 SHINE SING 哦 SHINE 不对 SHINE和PUSH 先写这两 SHINE 和PUSH SHINE 信开始 U 不好意思 U 有点不信实话 然后 分一半 加一点 1 不知道 然后是N 最后的1 我们不管它 因为它不发音 所以这个N 又要写成一个 结尾型的N SHINE PUSH 最开始是 P 也就是P P 然后 U 接下来是 SHINE 2 加一点 你写 对了吗 你写对了吗 好 这是 SHINE 别急 SHINE 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兄 叫做 SHINE 写法跟它非常类似 不过 打点的位置 打点的位置换到了左边 再来一遍啊 先写个U 然后分一半 然后打左边 再来一次 先写个U 再分一半 左边打点 好 这就是我们的SING SING SING 发的是S 这样一个音 哎 那我们现在有几个发S音的字母了 两个 一个是SING 一个是SAMEH 还记得吗 之前学了一个SAMEH 它也是发SING这样一个音 好 这是这个 看看什么例子 例子是SING 和MISS 来试试看 怎么写SING 和MISS SING 最开始是 SING 哪一边 左边打右边去了 你就变成SING去了 然后是E 接下来 N NUN 你写对了吗 SING 然后是MISS MISS 先写M 如果你都一直在跟着我练的话 那么现在应该对 写希伯来字母已经 比较熟悉了哈 然后是E 接下来是两个S 我们写一个SAMEH 再写一个SING 好吗 来提醒你 我们有两个S 一个是SAMEH 一个是SING 好 这就是 这样一个有着 一对孪生兄弟的SING SING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也不难 叫做TOUGH 一 二 多了一点东西 它很像我们的HAT HAT 但是它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小尾巴是吧 在第二笔的后面加了一个小尾巴 再来一次 一 二 好 这是我们的TOUGH TOUGH TOUGH 怎么写 发什么音 不好意思 发什么音 一样是T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个发T 音的这样一个字母 之前我们还学过一个TAT TAT 严格来说这两个发音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 严格来说是有一定的区别 不过在现代西伯来语里已经抹去了这个区别了 嗯 我们来看看什么例子 SIT和BIT SIT 和BIT SIT 最开始是S 我们有几个S 一个是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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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试试看SIM 分两半 点在 左边 然后E 接下来 我们有两个T 我们来学学这个新学的TOUGH 再来BIT 最开始是BIT 最开始是BIT 然后是E 不管它 接下来 TOUGH TOUGH OK 你写 对了吗 恭喜你 我们已经把22个字母从头到尾的学了一遍 现在我们来 再来念一念在最后的六个 GED 准备 CHADI KUF KUF G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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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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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GH TOUGH DOO 从TOUGH 你又没去 TOUGH TOUGH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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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到我的PPT上来 这就是22个 然后我们从头到尾的再领着大家来读一读 第一个是 从这开始 第一个 第一个是 Nun,Samech,Samech,Ain,Ain,P,P,Cade,Cade,Kof,Kof,Resh,Shin,Shin,Sin,Sin,Taf,Taf,怎么样,你会自己读这22个字母了吗,也没有关系啊, 慢慢慢慢的,只要你跟着我学,慢慢的你就会记住它们,你会很熟练的使用它们的,只要你多去拼一拼就可以了, 然后我有一个小任务布置给你,那就是把你自己的名字,最好是中文名字,因为那样难度会大一些, 最好是把你自己的中文名字试试看,改拼成希伯来语的字母,有一定难度,我给你试试看我自己的, 给各位示范一下我自己的,你还记得我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吗,来,第一个,嘿,呃,没错啊,应该从嘿开始,嘿,然后是一个,呃,呃的话,下节课在学, J然后是Lamined,Lamined 然后是E不知道啊,下节课的事儿,啊下节课的事儿,不是阿雷夫哟,我们说过阿雷夫是Silent,是不发音的哟, 然后是一个NUN 然后是一个G 也就是GIMEL GIMEL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能写出来的版本 大概我们学了下节课之后 你能够把这剩余的空 全都给填上 学了22个字母 怎么样记住它们 麻烦你做一件事情 你想记住它最好的办法 就是多拼 你可以逮着任何一个单词 试试看把这个单词 英文单词你试试看用西伯来语的方式 把它写出来 练得越多你对这22个字母 就会越熟练 最后推荐一个我的课程博客 尽管这个课程博客好像 发东西有点不太好发 但是这个课程博客上目前来说还是有点东西的 比如说有我的 一年多以前录制的 英文版的教学视频 这个在我这个博客上 你都能找得到 biblicalhebrew.sohu.blog.com 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一看 你也可以在上面找到我的这些 这些教学资源 比如说我的百度网盘 网盘的下载链接在这上面都有 我的这些教学视频 第一单元的教学视频链接在上面也是有的 希望各位自己到网站上面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好好地利用一下上面的资源 好吧 以上就是我们第一节课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个教学 那么如果我再要录的话 下一次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学 怎么样写那些原因部分 学了第一节课的辅音和第二节课的原因 理论上说你就可以拼每一个希伯来语单词了 是不是很酷呢 好吧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